这边猴子 这个光法说他无限C 让我这个替他 这就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一个组合 那 他C我 然后我磨血 虚空好像是选择换路了 可能是选择换到上路去了 我觉得 因为他这么久不出现 果然是选择换了兵魂来到这里 好 兵魂这一个英雄的压阵能力是非常强大的 对面是很灵活的选择了换路 好 对面打的非常的灵活 那上路的话 我们的两个 两个比较肉的英雄啊 就要选择打强势一些了 这边 诶 又不见了 又不见了 是不是绕后了呢 miss 都不见了 帕克在中路 啊 果然 中路这里老牛一次游走是拿了FB 这样的话 下路他们似乎是准备啊 老牛游走的话 有可能是会回来 有可能是会回来的 踢上去打强势一些 啊 一旦有人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一个人我们就打强势一些 把他逼出经验区外 因为他一个人不可能跟我们两个人A的 所以有一些朋友我们注意到啊 在面对对方只有一个人的情况之下呢 一定要打强势 一定要打强势 两个人打一个人 一定要强势 啊 这个时候我就我就往前走 啊 老牛 老牛回来了 有魔 继续剃 有没有 能不能吸 吸我一个 他先撤退了 哎呀 我们的小鸡 被炸弹人 炸弹人炸死了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冲上去 这次应该是 可以弄死他 好 可以弄死他 这样的话 我把一个大药膏抹掉 买875 我们的小鸡被炸弹人弄死了 这个真的是 让我非常的尴尬 好 我们知道 哎呀 他这个时候其实应该先C一下自己 还好他还有魔法C 好 下路我们两个人 始终是可以打得强势一些 暂时不需要去拉野 我就C冰魂 我就T冰魂 不是就C冰魂 然后呢 我把这个先给我的队友 把这个先给我的队友 然后我去买一个 魔棒 对面首选了 这个炸弹人 这个是让我感觉到压力很大的一件事情 既然敢首选炸弹人 一定是非常的有信心的 那 其实我就觉得炸弹人在这个版本将会非常的虎 因为六七版本当中 炸弹人即便是 被炸弹炸死 他一样能拿到经验 这样的话就造成炸弹人 不一定需要赖线才行了 啊 我们说炸弹人以前是必须赖线 才能够获得经验上的提升赖线 然后又要去买炸弹 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的大 现在 又可以拿到钱 又可以拿到经验 这个时候再也不用去 再也不用去 这个 再也不用去赖线了 哎呀 补刀的时候 解说真是痛苦啊 好 作为一个猴子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补刀补刀再补刀 替他 好 补刀补刀再补刀 替他 哦 帕克到上路又杀了一个人 这边炸弹人到了下路 继续剃 这边巫医是选择想要过来换中 那你下路杀到人再换中吧 行不行 你不要没有杀到人就盲目的叫换中 这个是我 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就说过 是 很二的一个做法 好 就是我不上去 他死是死定了 他想要过来自杀 我肯定不会上去被他炸的 好 在询问队友买一个小机好吗 这个时候要用这种询问的语气 因为 毕竟是求人办事啊 求人办事的话 还是要 这个低调一些 再低调一些 好 下路 由于队友的 强有力的保护 所以说压力并不大 这时候我也就没有升级我的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说叫做隐身的技能 都是一个非常主动的打法 替老牛 哎呀 队友真是 有爱啊 这个光法 这就是我的那个朋友啊 这个我们YY里面的 MT同学 哎 不到 好的 到六级之后 升大招 因为大招是有一个魔法抗性 同时能够让你的 糟糕 这一次 看有点再见难逃的味道啊 好 幸好他可是没大招啊 好 那这样的话 我还是可以回下家 共享下 谢谢 因为人比较多 所以我还是先回下家 然后呢 再TP出来 买一个鞋子 然后 将我的这个这个 魔棒也买好 TP也买好 这个 云盾也买好 接下来就是要出先锋盾 我看一下我们可以到哪里去呢 这边 PAC似乎是 我看他 打得非常的主动 打得非常的主动 我继续到下路去 这个单击 发明一下 光法也是需要钱的 其实 光法也不能对自己 太过苛刻 好 很专业啊 说猴子可以用替收远程兵 但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只要单击补刀就可以了 因为我对自己的补刀的技巧 还是比较有信心 所以说无论是近战兵 还是远程兵 这个我都是可以选择 去用补刀 来收掉他 我的T呢 都用来磨对方的血 这边是一个密法 指环谁出密法 蓝炮吧 应该是 没有能够补到 又是帕克吗 对面帕克打得 好像是非常的不错 对是帕克 帕克打得相当的不错 前期带动起了 几方的干客节奏 我们这边 其实主要就是保护好我 哇哦漂亮 好 中路无一是被压 由于前期他是贡献出来FB 所以说被压 这个确实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这里有人 好的 那帕克这里已经变态杀戮 再提